民眾黨假帳案 沒想到我們減掉 有史以來最關速的這速度 繽紛多路 甚至聽說已經七路以上 跑到好多地方 光是民眾黨的黨部 起出了六大箱的這些證券 這只是一個引頭 這只是剛開始 為什麼柯文哲最重要的大帳房 李文忠還有包括他的妹妹 李文娟兩個人 專門管他的錢的 包括基金會 進總的帳目 還有包括大家覺得很離奇的 木可公司 都是他們兄妹倆在管的 約談他們 查他們 就可以知道柯文哲所有的帳 到底乾不乾淨 好 下一半頭已經出來了 要開始收 早上一收 本來一開始還傳說 柯文哲的辦公室也被收了 但是因為樓上樓下 到後來確定是沒有 只有針對帳戶六箱的憑證 那現在民眾黨也跳出來 我們也希望檢調好好查 查清楚還給我們一個清白 阿伯會不會真的出事 後來黃珊珊因為開始收了 黃珊珊本來還沒有說要辭 人家問她政治人還不回答 今天要立刻講說 好啦 我的中央委員我辭了 但大家希望她辭的 是不分區立委 希望她退出民眾黨 但是中央委員一點感覺都沒有 她今天安寧控告 去控告其他公司 說民眾黨沒有人虛報 沒有人造假 那柯文哲寫了一封信 這洋洋沙沙的 給他們黨內的人看 說我身為黨主席 我承認我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就不承認錢跟他有關係 他身為黨主席擇無旁貸 大家聽得圈圈叉叉 擇無旁貸 所以呢 所以黃珊珊請辭 這是什麼邏輯 還有包括吳子嘉告訴大家 民眾黨柯文哲很喜歡裝窮 以前有一次親自找他 跟他朋友哭窮很可憐 裝苦巴巴哈巴巴的樣子 在台北辦公室說很破爛 老人家看到他很同情 立刻給他一千萬的現金 那地點在哪裡 在醒吾大樓的五樓 那醒吾大樓是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妙天的生命科學股份 有限公司他登記的這個地點 所以這個錢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如果有這件事情 早在2023年就已經爆出來了 民進黨會不會去辦嗎 不會辦到昏天暗地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柯P怎麼不告吳子嘉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就是其實不只是收募可這家公司 今天還有端木正的會計事務所 還有尼奧 時勒 就是說這些曝光的這家公司 檢調都處理了 重點來了 那為什麼是收這幾家公司 首先第一個 當然就是因為那個叫做 對賬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 從禮拜一一大早 我們傳出一個消息 叫北檢主動分案調查 那個叫做簡報分案 就是看媒體的報導 所以尼奧 時勒 這個目可就變成是檢調 要放在這個所謂偵查的重心 好 奇怪你會說為什麼不是 搜柯文哲的辦公室 其實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進辦 早就已經任務完成了 搜不見得收得到東西 但是這幾家公司的金流 跟這個進辦的這個 到時候政治簽證專戶都很好對 直接去找監察院把這個整個資料 調出來都可以查 那目可的部分 我覺得禮拜一 民眾黨的記者會裡面有一段 就是目可發那個聲明說 他們要暫時停止運作 然後要盡速清算 然後要把這個什麼引以捐出 這個不就是擺明了 告訴大家我們這家公司要收了 那會不會就變成說是要滅證 所以搜索票有那麼好請 今天沒有犯罪的這個任何的依據 所以你知道今天檢方說 他們是為了保全證據而去搜索 所以就是因為你講說 我要清算公司 那人家就會覺得你有 剪掉覺得你已經要滅證了 你有滅證的可能 然後端木正在這一塊更不用說 端木正現在可能手上是握有 因為他是負責報仗的人 所以有人說會計師手上 可能有A帳 B帳 C帳 就是說就是他幫競選總部 競選辦公室到底怎麼報仗 只有會計師知道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關鍵人物 今天搜索的重點 沒有黨部 沒有敬拜 他說那六箱 現在民眾黨說的是 那六箱是我們主動提供給調查局 因為樓上樓下 那個台坡大樓三樓是柯文哲辦公室 二樓是木可 不管今天怎麼樣 今天到了木可 現在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我先指證黃珊珊講的一句這句話 他說民眾黨沒有人虛報 沒有人造假 很抱歉 那個端木正就是民眾黨的黨代表 他的意思就是端木正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了 他是昨天才辭黨代表 我覺得他的語意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句話是有瑕疵的 民眾黨就是有人做了壞事 做了不該做的事 才會鬧出這麼大的風暴 好 那這件事情 今天柯文哲發這封信 當然他只寫 他每次發黨員信 就是重大危機來臨的時候 什麼高鴻安被起訴 什麼去年藍白河破局等等 他責無旁貸能怎麼責無旁貸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有日本首相 他的身邊有人 這個政治獻金的醜聞 纏身 不是他自己本身 但是他就為此 因為他民調也急崩 他為此就決定他不再續任 沒有再參選黨魁 等於說就日向換人 柯P的責無旁貸 到底能做到什麼 不要急 這個案子還沒結束 今天只是搜索 接下來火還會繼續燒 這個州長 你國民大會可以從今天講到 可能8月底都有可能 不要急 所以今天這個案子 其實現在最大的一個 我講懸念 就是木可公司的金流流向何處 而如果檢調去查了木可公司 這金流裡面 只要有任何一毛錢 進了柯文哲或柯文哲的親信 柯文哲的家人 我告訴你 柯文哲吃不完都會走 所以接下來當檢調動 後面就是看這個金流的部分 包括他們的帳本 比如說跑出什麼小貓帳本 什麼端木帳本 各種帳本 柯文哲就會很危險 好 剛剛雅敏講到一個重點 木可在昨天 鏡週刊裡面就已經獨家 有來自檢警的消息 他說黃珊珊講說 木可有回捐170萬 但他們經過初步調查 你看動作有多快 說查到的可疑資金 有高達數百萬元 那木可是什麼 當然是做競選小物 以前柯P都說我們民眾黨窮 你們這些年輕的小草 你們該義無反顧 搞到現在所有人義無所有 說當初要再創奇蹟 改變成真 大家把權矛起來捐給他 想辦法這一餐少吃一點 那一餐少吃一點 少玩一點 捐給柯P讓他當總統 但是現在這些小物居然割韭菜 小草變成韭菜了 連陳志涵都告訴大家 說他有相關的輸入 他專屬的Vicky520 Vicky愛你520 可以打折 然後陳志涵就被爆料說 他可以抽成 陳志涵對此抽成的問題 他沒有正面回答 但他也沒有否認 那你不是說每一分錢 你都用得很癥結嗎 那為什麼競選幹部還可以抽成 這個有道理嗎 我們之前Vicky還有這個獎金 有上過新聞 好再看一下柯P當初 怎麼跟小草來做承諾的 他說四個半小時 小物就賣了破千萬 他承諾你們這些小草 每一筆捐款 我都會非常的珍惜 他說現在通膨那麼嚴重 大家也不是都很有錢 我保證公開透明 一切都是只有用到必要的競選開支 那為什麼還要給人家 這一些所謂的抽成 佣金 人民的力量再次創造奇蹟 再次改變成真 真正改變的是民眾黨用錢的方式 還有時間這件事情 時間這一家公司去年 奇怪的改了名字 後來接了三筆 來自民眾黨 金額都很大 然後其中有一個花了一千萬 去拍影片 叫做KP國事會議 然後我們自己做電視的看 這畫面這麼陽春 燈光也沒有特別離奇 然後連這個圖卡 我們導播看一下這張圖卡 我跟你講 這個Chap GPTT 都可以做得比他華麗很多 國小生都可以做得比他厲害 然後這樣做14集 平均一集 71萬元 當然也有可能有包括拖波 但是這家公司 到底跟柯文哲 有什麼樣的關係 讓陳志涵第一時間都說 我跟他沒有那麼熟等等 還有包括李文中現在被爆料 我們查到去年9月27號 小物在公布的時候 還特別介紹說 李文中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後來怎麼變他妹妹 李文中怎麼會變成 競選總部的財務長 怎麼會是這樣子做 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講 其實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黨員性 我一直想到以前 柯文哲在罵 他記不記得美和氏的時候 他說如果一個市長 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你是不是去 怎樣 怎樣 後來當然好龍兵就有告 被車撞 不是 就說你去死一死 對 那時候先把他逼掉 然後說座長這樣 我們也要講出來 好 這個來講的話 你說這些事情 你真的 柯文哲 真的是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嗎 我們從頭來一個一個好好講 剛剛講到政治獻金法 吳董講的那1千萬 1千萬是非常嚴重的 政治獻金法 你1千萬 我們上限公司是300萬 因為你1千萬 而且以吳董的說法 感覺上也沒有什麼用公司 或用個人 感覺上就是 沒有你拿去 那真的有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大家為什麼會想到 想到說會不會是妙天 那就是之前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有那個對話的訊息 就是說你來請吳做一做 所以後來大家才講到這事情 我覺得很多東西 都已經進入到司法了 但是這個是比較新的 我覺得這個柯文哲 跟他的競選團隊 我覺得一定要回應 那不然這1千萬 是跑到哪裡去了 可以這樣子就收人家1千萬 或者是沒有收 被人家講說有收 這個也一定要處理 好 再來 沒有每個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特別 你說那個KP國事會議 14集 平均一集71萬 大家都是做電視 大家都是影像工作者出來 你說這個影片 主長我問你 如果他這個影片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同事 競選的同事自己在辦公室的一個角落 拉一個背板自己拍的 你信不信 這看起來很像吧 我就用手機拍 我都相信 對 這看起來很像 然後你說 他有幾十萬我就包了 不用七十幾萬 這個東西回頭 但如果連拖拖都算的話 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我覺得完全沒有 我覺得不可能 這個真的是完全不可能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 所有所有的帳裡面 你都會看到有不同的力量 比如說時間後面是誰 比如說你要當初來講的話 人家說戴女士是黃珊珊的朋友 黃珊珊又說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你要的戴女士又說 我跟黃珊珊沒有關係 但是你從這些脈絡 你可以看得出來 時間後面是誰 然後你要後面 當初是誰找的 你在帳裡面 你就會看出來 這所有所有的貓膩 今天來說 檢調已經衝進去了 衝進去之後 你不要說我們主動提供 當你檢調來搜索的時候 你不提供都不行 但今天來說的話 重點就是說 你扣到了有沒有什麼 是來不及 不好的東西的 來不及銷毀的 如果有犯罪的話 這個東西弄下去的話 我覺得後面真的很有戲 因為每一個數字後面 都有前因後果 當初這個帳怎麼進來 當初怎麼流出去的 你現在來講 你看到的東西是一個 監察院上面的申報不實 或者是有什麼福報或什麼的 但是你的錢 最後流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是檢調 要查的一個重點 民政黨的支持 這些小草其實非常無辜 我以往去年的時候非常支持柯P 真的是把吃飯的錢拿來省下來 捐給柯P 如今你小物賺的錢 到底有沒有承諾每一筆錢 你非常珍惜的使用 那現在大家也在討論 新莊的這個禁總辦公室 聽說成立也才三個月 那總經費居然高達 一千八百多萬元 裝潢費一千兩百萬 那中間還出現了 漏爆五十萬的這個爭議 但是現在大家細細的看了 這一個在新莊的競選總部 他幾乎所有的裝設擺設 都是移動式的 可拆卸的 裝了可以跑來跑去 那就算是記者會的現場 椅子也這幾張 然後一個大螢幕在上面 這樣需要花到一千二嗎 一千兩百萬嗎 然後包括一開始告訴大家 他進總使用的面積八十坪 後來說三百坪 今天說我們從二樓 也把它算進來 二樓有包括直播間 有包括政府總統候選人的辦公室 以及這些辦公室人員 他們的辦公的空間 這樣加起來總共有多達五百坪 所以不是像司察茂算的說 一坪有四萬多 我們沒有那麼天價 但問題是看起來這麼陽春 為什麼會花到一千兩百萬 聽起來也不太合理 這個就是位在二樓的直播間 那這一個一樓 這麼空的空間 這麼簡單的一個擺設 我要請教楊敏 這些錢真的有像柯P講的 花在刀口上嗎 這個我今天有問陳志涵 因為中午他來上我的直播節目 陳志涵說法是這樣 第一個他們合約 就是這一個總部的租約 上面的坪數是551坪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這個至於他裝潢的坪數 他要再去找合約 他還沒有確認這個裝潢的坪數 但是至少業者說法是300坪 來了 那為什麼這個要 他說他們一坪的單價 大概在2到3萬這個區間 為什麼那麼貴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 他們接手這個總部的房子的時候 是一個毛胚屋 就是他是連油漆都沒有的 就是類似像工業風 就是裡面那個 就是只有那個鋼筋水泥 就是只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全部基本上全部都要處理 包括他的那個青鋼架天花板 包括他的這個柱子包起來 等等的全部都要處理 所以不是只有家具或什麼樣的 所以他們是包括 二樓的進辦辦公室的部分 包括一樓的這個公共使用空間 所以他說一坪 實際上的費用 大概是2到3萬左右 他的說法是這樣 那是不是這樣 當初他們說訴發部 一坪2萬是屬於天價 那他也超出了天價 來 這個跟那個不太一樣 又不太一樣了 就是說訴發部那個是 既有的辦公空間 我剛剛講的毛胚屋 跟既有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那個計價的方式 可能不能這樣 那裕豐花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有另外一個 有人發現說 這一棟大樓的月租金 居然有三種價格 被稱為浮動式的租金 這有沒有貓膩 好 我們來講 其實這個棟大樓是誰的 是利保的 利保接下來就是要 作為他們的總部 他們的總部 現在來說很多的部分在招租 我跟大家講 他們總部招租了大概多少錢 如果是一樓的話 大概是4000塊 但是你算起來的話 好像科皮也拿得比較多一點 還有樓上的辦公室 我們跑新聞來講的話 很少超過1500塊的 單價很少超過1500塊的 所以現在回頭來算 這個都是滿特別的 房業網去查到了 怎麼會有三個浮動的價格 你看有一個是59萬 一個是62萬 一個是66萬 如果你今天要去當一個競選總部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競選總部跟搶銀行一樣 你衝進去 你弄完之後 不管有沒有搶到錢 你一定跑掉 你當競選總部 你不管你有沒有當選 你總部都會撤的 所以過去來講 都是大部分簽一個總價 然後建商 這個利保以前有租過給誰 租過給馬英九 租過給蔡英文 租過給侯友宜 所以他們過去來講的話 租給人家的總部 是很清楚的 那房業網查到這個問題 有去問 最後房東就說 你們去問競選總好了 打不出來 因為他們一定就是 只有一個價格 可是他用這種浮動式的話 怎麼會有三個數字 你不覺得這個很特別嗎 開價的人叫你去問 給錢的人 對啊 沒有 他們意思就是說 他們當房東 他們可能不方便回應 建商也不想得罪政治人物 只是說你看 如果剛剛經濟有什麼好得罪 沒有 因為當初來講 一定有簽合約 但是我們剛才提到了 合約通常就是一個總價 因為你不可能再續約 你選舉1月13號 選完就選完 你不可能再往後 所以你不會有其他的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一個 還是這也是三個月一種調節 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 這個檢調已經有在查了 這個查下去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看他登錄的 跟你的這個 你所有的合約 你總價看有沒有對上 有對上就沒問題 有一種可能 就是電費有沒有內涵 有沒有就包括其他東西 黃三三下午去正式 暗鈴控告的端木正 他們本來早上就要告了 可是因為他們自己被搜 所以搞到延了四個小時 那端木正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 這個三頭六臂 得罪不起的一個人 他現在 大家昨天其實看到這個資料 也想說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還是同名同姓 因為他的這個資歷 太不可思議了 他曾經跟這個 省港騎兵的朱國榮 待他身邊當他的財務長 十年 後來他出狀況的時候 特徵組把他辦 每次看到帳戶有問題 就叫端木正來查 這麼長的時間 偵辦的過程裡面全身而退 完全沒有出狀況 這麼厲害的人 怎麼可能會做出這個奇怪 奇葩的這個狀目 那竹果人多厲害 大家都知道他被這個交保金 創了新的紀錄 五億元 一路逃到莫斯科 然後他以前也是這個 共產黨出生的 那文革的時候跑到香港澳門 後來在澳門截殺 搶劫銀行 但是跑到台灣 居然搖身也變成反共議士 但是後來涉及史前 又被關了出來再改名 又涉及炒股跟內線交易 是一個非常傳奇 非常非常厲害的人物 所以後來香港電影 把他拍成了神港騎兵 那在這個人身邊裡面 待了十年 會是個好欺負的對象嗎 蔡碧如說 端木正就是柯焚 他自己本身傳來關心端木正 你還好嗎 對方只有回平安 這兩個字 至少聽起來還願意回 那朋友就說 他都經歷過這麼多大場面 不管是搜查 或者是對他言行拷打 他怎麼可能會去亂搞亂來 他的朋友就幫他報區 但黃國昌 戰神 號稱最高標準的 他都說端木正 你這個人就是為了逃避責任 甩鍋給民眾黨 請教玉鋒 好 我們先來講 朱國榮是誰 他以前叫朱子昭 他那個時候在香港的時候 去截殺運操車 以前在香港 通常都只有去搶金鋪 那你搶完你就走 也不太會傷人 那時候是截殺運操車有殺人 那有殺人之後 當然香港不能單了 就跑來台灣 台灣在哪裡 在Manga那個地方 犯案被警察抓了 那個時候台灣大概就是紅星跟黑星 那種典放的 人家拿的 聽說那一次 萬華分局超出來有長槍 所以這個是厲害的 他後來進去關 復興出來之後開始做珠寶 然後開始做人獸 還有葬儀 這就是什麼意思 他做的東西 都是跟錢有關係的 他做的東西跟你後面 還看到了 包括他介入龍邦 包括他介入泰山的經營權 這些炒股內線交易 都是跟錢乾乾淨淨的 都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他在前面的這些部分 官司你要定他的罪是很難的 所以他才有這個空間5億 他不是5億的交保金 他是放棄5億的交保金潛逃 他是定期要去警察局 要去信義分局去報道的 他竟然有辦法坐著遊艇離開 你說這個人搶不搶 你說他身邊的人 如果端木正 真的像媒體報導講的 跟著他身邊10年 然後特徵組叫他去問 問不倒 你覺得朱國榮他一路以來 入主了三家上市公司 他的帳沒有問題 怎麼會再到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這帳就出現問題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 白毅身家的帳 他弄得清清楚楚 全身而退 然後這1000多萬的帳 會讓他出那麼多的狀況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你回到他那天的記者會來說 如果真的是民眾黨 要甩鍋給端木正的話 或者是像黃光說講的 是他端木正為了躲避責任 甩鍋給民眾黨 其實我覺得他們犯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得罪端木正 你得罪你的會計師 這會是一件好事嗎 如果我真的是清清白白的 我就不管 我就弄就弄 那當然是沒問題 可是你現在回頭來想 如果真的真的真的 你有什麼東西在他手上 那這樣子弄下去的話 你說會不會有問題 你今天說要去提告 然後又延後去提告 這個東西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當然他們的說法是說 這個因為是要去 檢調已經介入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不相干的 你要告你就要去告 因為你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搞不懂了 誰說的是真話 我覺得兩邊 恐怕說了都不是真話 所以你自身檢調 你也覺得看起來 雙方講的話都有問題 我覺得一定都有問題 一定都是 都有一部分的引蓋 那這部分的引蓋為什麼會引蓋 一定是要想後面的後路 但是說現在檢調已經衝進去了 大家都沒有後路了 這兩兆雙方 沒有後路之後 趕快處理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好 雙方現在在鬥法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民眾黨 果然是這個媒體重合 有不斷的各種媒體 釋放出來一樣的內容 告訴大家 他們卻還原了 上個禮拜五到禮拜天 這三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說民眾黨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召開內部會議 到了8月10號的時候 扣映者下令要清查 賀蘭發現有一筆500萬的收據 沒有申報給監察院 所以就開始懷疑端木正漏報 調節到時勒上面 所有人包括陳志涵 許甫等人 直接問端木正怎麼會這樣 端木正就講出調節 一講出調節所有人都愣呆 怎麼會有這種方式 還追問他說 李文中你本人沒有查帳嗎 李文中看到漏報的單據之後 啞口無緣 所以現在變成端木正有問題 李文中也是變成 他們在這些消息裡面 劍指的一個人 現在包括黃珊珊 在8月11號的時候 也加入會議了 他又大罵端木正 直接問他說 你沒有開發票怎麼核銷 你是憑空 沒有發票還可以調節到 這些公司的帳目上嗎 這是會計師該做的事情 暴怒 抓狂 總部是叫你這樣做的嗎 還是我 還是客戶者 叫你這樣做 他說你不能回答 我們就依法辦理 這個端木正在這些傳聞裡面 都說他沒有 意思就是說他一個人 要這樣子做的事情 真的是這樣嗎 民眾黨在昨天直播的時候 他們有一位發言人 是之前當過審計師的 叫李友宜 他在直播裡面 更講了一個曼妙的 他說端木正你自己本身 我們包給你的業務 只有記帳 沒有叫你簽證 你自己主動要告訴我們 記帳跟簽證 不應該是同一個人 應該要有第三方 來幫我們做這一些 那我們財政部也要反省 聽起來也是要怪李友宗 沒有Sense 但問題是 你們應該要有基本的Sense 這個柯文哲也要有 記帳跟查帳 怎麼會是同一個人 吳怡軒就很低調講說 對啦我不否認 我們內控機制有出問題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個所謂的還原事實真相 你注意看 就我們媒體的這個角度 當媒體記者 能夠寫得好像如 身歷其境 通常就是表示 有影像或錄音 才能還原現場 我們昨天是有人爆料說 聽說有錄音 聽說錄音錄影都有 錄音錄影都有 而且雙方都有 如果對民眾黨有力就端出來 這個可能拿去當成長政公 對他們來講比較好一點 那就錄音錄檔 在民眾黨的資料裡面 會收得到嗎 我覺得是現在進入到檢調 搞不好民眾黨會主動提供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如果按照現在這個媒體報導的內容 是對端木正極其不利 而其實可以這樣講 有很多人把端木正好像變得偉神化了 他曾經跟過大老闆 怎麼樣 傳奇人物 那為什麼要跑去幫柯文哲做長 你這樣貶低了柯文哲 不是 我是說 那為什麼他要轉換跑到 往柯文哲這個方向去經營 有人說他是柯粉 或怎麼樣的 但不管怎麼樣 他從2015年 加入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廉政委員會擔任委員 到後來做什麼台北富邦的獨島 包括他要參選民眾黨 加入民眾黨 變成不分區的提名等等的 他是一個叫做 對政治是有樂成的人 可以這樣想 可是既然你全黨都知道 他是黨代表 我前面也講了 他是黨代表身分 他是候補中央委員 為什麼這個帳要交給他做 所以我說我問了陳志涵 陳志涵說是李文中找他的 是李文中找端木正 去年7月簽了這個合約 昨天陳志涵也公開的 喊問話端木正 說到底有沒有人指使你 如果有你就說出來 對 可是他目前是確定是說 是李文中 因為他是負責總部的財務 他需要一個對口的簽證 所以委託這個業務 那個合約 可是我跟你講那個合約 我今天也問了 這個合約上面 署名的那個業主是誰 柯文哲 好 所以問題就來了 那一約責量還在柯文哲身上 沒錯 當然 所以現在柯文哲可以去告 如果今天這個會計 真的有相關的違背信 相關的偽造文書的行責 這個就是他們提告的主要原因 那到時候資料一攤 簽證也理 柯文哲 一約簽字也理 柯文哲 那怎麼可能跟他沒有關聯 不是 關鍵在於說 如果端木正真的有如同 現在民眾黨所說的這些錯誤 那他作為業主 他當然可以提告 所以關鍵就在於說 端木正有沒有隱瞞一些 他知道 可是民眾黨裡面 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 這個部分 至少我認為現在把 每天在砲打端木正的人 跟端木正不是同一個人 這個是我們用邏輯推測 我每天都在罵端木正 現在包括湛蘭姐姐 還有包括我們所有人就懷疑 直接懷疑的是李文中 可是李文中說 我敢負責任表示 我完全不知情 所以那句話就是 我們完全不要相信 我都已經 不是 今天財務部門的長官 你去說什麼 你的會計師做了什麼 我完全不知情 我覺得這個就已經有點 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超乎常識了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當然現在進入到 檢調調查 搜查階段 不管有什麼帳門 有什麼資料 通通把它查清楚 對民眾黨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如果真的有那種 叫做選舉蟑螂 有人在裡面上下棘手 有帳戶上的問題 一次清空 只是他們的風險就是 會不會清到 他們黨內很重要的人 我們現在要看到 包括如果未來坐到監獄裡面 能不能像鄭文燦一樣 享有這一些禮遇 鄭文燦現在居然被人家爆料 然後這個爆料 我覺得聽起來也非常奇怪 他說是遇有 就監獄裡面其他人看到 鄭文燦居然從四人房 變成獨人房 而且是可以吹冷氣的 所以其他人就檢舉了 然後檢舉之後 說來也妙 陶檢立刻衝到縣長 突襲檢查 結果突襲檢查發現說 一切都很正常 意外的發現 鄭文燦在獄中裡面突然變瘦 整個人瘦了一大圈 然後陶檢還特別解釋說 我們沒有特權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記者問他 你濾鏡幾次 因為我們看到偉任律師去 早上8點半就要去 律師8點半起來算是很早 10點離開 然後大家發現說 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累 之前有講過這種濾鏡 這麼多次就是要讓鄭文燦 利用濾鏡的時候 可以吹吹冷氣 然後問他說次數多少 結果陶檢說 沒有 這個是隱私跟個資 數不提供 請教玉峰 好 這個有錢的人 有權的人進去關 你覺得會跟一般人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美感 那之前鄭文燦先生進去的時候 真的是天氣非常的熱 所以律師要去輪流濾界 讓他多吹點冷氣 然後其實監所裡面 一般的牢房都沒有冷氣 然後那個電風扇都是小小的一個 也不能插電線的 所以常常用電池用 用乾電池弄到最後沒電 你到最後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當然就是要增加 他濾鏡的一個次數 或者是特劍的一個次數 這個過去來講的話 都是行之有年的 你說鄭文燦有沒有問題 你當然不會被查到有問題 你陶檢過去去查的時候 他可能繼續在那邊吹冷氣 一定不可能 但是其實優待這些前陣 不是前陣 就是優待這些政治人物的話 當然是 其實這是一般的 常常見到的事情 那你怎麼沒有擺平其他的育友 還讓他們去告狀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不好擺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現在來說的話 他是在看守所 他還不是在監獄裡面 監獄裡面你進來關 ABC進來關CDD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怎麼樣 而且你也短時間出不去 那為什麼會被人家爆料 那個看守所的人 可能他雞壓個一起 他就走了 他當然就爆料 如果到監獄裡面的話 那就不會有人敢爆料 因為你人還在裡面 你人還在裡面 你還在我手上 你敢偶爾公圍 那你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有辦法處理你 但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說明 哪個地方可以吹冷氣 濾劍的地方 或者是圖書館 或者是一些 比較特別的工作區域 那我們這些有權有勢的 就可以去那邊多待一會 那當有人要來檢查的時候 他就回他的牢房 所以你永遠查不到 這種慘被鬥下來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高雄 也非常非常的激烈 很多人要參戰 包括小花媽 前勞動部長許明春 大家都知道 他是花媽的分身 他現在也要選 所以大家可能 高雄現在可精彩了 2005年的時候 高雄監獄移工發生暴動 當時陳菊上有台的節目 今天的一句話說 有利人士在幫著一些 不良的廠商撐腰 此話一出 花媽自己也下來了 陳其邁當時是代理高雄市長 他也下來了 花媽當時還說 這是是非問題 跟鬥爭沒有關係 但是最後花媽 他入主了高雄市政府 而且話粹也更大 當南半天這麼多年 現在風水輪流轉 終於輪到了陳其邁 陳其邁現在跟台北市 要爭這個演唱會 但江會到底是落到誰家 這個是接下來很精彩的地方 不過他跟小花媽 現在要來爭鬥 許明春代表的是局系的力量 其他要選的包括林黛化 邱毅寅 許智傑 賴瑞隆 各有不同派系 他現在還有第三個 很厲害大咖的 叫做賴清德 傳出潘莫安有可能會去選 花媽 陳其邁 還有包括賴清德 誰會比較厲害 不過南部真的 民進黨是不是橫著走 在嘉義縣有個議員叫江志民 他幫一位老先生 因為老先生說他身上 是有小兒麻痺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避典要騎腳踏車 進到台鐵裡面 因為帳戶人員是女性 他拒絕他 結果就被對方毆打恐嚇三次 沒有想到這個暴力的情況之下 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還幫他討空道 還繞了很多人 事情曝光之後 連民進黨中央都無法接受 但他依舊到現場去 如果他真的有問題 其實應該要坐輪椅 而不是騎腳踏車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立法院 現在禁念九 有非常漂亮 簡約的風格流出來了 接下來又是一陣廝殺了 很多人會道路的 到處的去要 搶 因為他絕對是限量的 過去在台九有幫韓國瑜 出現高雄市長的禁念九 當時就已經被大家搶了 今天上演還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是立法院在協商 柯建民因為膝蓋痛 所以他非常罕見 但他不是30年來 第一次缺席 缺席過很多次 今天缺席很特別 然後韓國瑜就對著鏡頭 看著鏡頭 看直播的鏡頭說 電視機前的柯總召 你聽清楚了 我知道你現在一定非常非常的奇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許明春 要參選高雄市長 他是最近在高雄的地方的電台 突然把這樣的一個意願 去講出來 對於高雄的市長的選情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老實說 我還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衝擊 為什麼 因為許明春 雖然他當過高雄市的副市長 但他在高雄 沒有真正參選過 沒有實力 他沒有這種所謂的基層實力 爸媽前一個分身 劉四方就 對 概念很像 就很弱了 概念很像 可是劉四方還有選立委 劉四方還耕耘過 對 他還有選立委 可是你說像 你的意思他不是咖 不是 他是不是咖的問題 是現在高雄市 老大不是成局了 雖然說李昆哲 李博毅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局系 乃至邱志偉 乃至於賴瑞隆龍 都被人問了說 他們是所謂的局系的立委 可是你許明春 你現在有賴瑞龍要選 所以你們新系自己內部 都應該先打一架 所謂的局系內部 都還有這個有的喬 那更何況 現在不管林黛化 邱毅營 還有這個許次傑 每一個都很強 沒有一個 每個都是老江湖 沒有一個是罵咖 那我問一個簡單 跳題問一下 因為現在江蕙 到底會出現在高雄 還是台北 陳其邁跟腳彎 搶成那個樣子 江蕙說動心 對 小孩才選擇 我全都要 都去 可是先去哪邊也有差 我是說如果我是聽眾朋友 我一定希望他兩邊都辦 這樣南部的聽眾 可是還是有先後的差別 這個關鍵在於場地 場地哪裡有空檔 當然優先哪裡 現在只是動心 還沒有進入到 真的程序的問題 所以大家江蕙的歌迷們 至少可能有機會 再聽江蕙現場演唱 我覺得這是指日可待 只是可能要等一下 但台北民眾希望在台北 高雄民眾希望在高雄 韓國瑜這個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聽一下他今天怎麼對著鏡頭 對柯總召這樣的喊話 謝謝黃國昌委員發言 我特別開始懷念柯總召了 他怎麼不在現場 感覺酸辣湯少了胡椒的感覺 現在我們請民進黨第三次發言 要給大家扣一個這麼大的帽子 我再說一次啊 不可承受之重 我猜啦 柯建民總召現在 因為他膝蓋嚴重受傷 對嚴重痛 30年來第一次缺席曉以寫少 他看了電視機 他一定非常著急 各位所有親愛的黨團幹部 謝謝大家在休息期間 趕來立法院 我們參加曉以寫少 非常感謝 那電視機前面的柯建民總召 也請一併聽清楚 那我在這邊做正式的宣告 柯總召最好會看直播 請教楊明 搞不好他真的會看 他真的會看嗎 所以叫遠端遙控 當然對於這一次 我覺得韓院長 他用比較幽默的方式 因為其實這一次 其實很特別 三個黨團 只有一個黨團有總召去 可是他提前立起 所以最後是三個黨團 你說國昌也有事情 對 那最後傅崑吉總召 他家裡有事 所以加上變成三個黨團總召 最近總召們都很忙 對 都很忙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覺得韓院長 是展現一下幽默 那當然柯總召缺席 尤其是因為身體狀況 確實比較罕見 因為身體狀況 那個酒 這個酒 不是說各位 韓國瑜的支持者 不要緊張 怎麼拿 怎麼搶 不是搶不搶的問題 我一定要告訴你 每個立委有配額 所以找選區立委 他們可以買 所以找你的選區的立委 去代購 代訂 他們每個月有固定的quota 所以去找你的立委 選服就對了 完了 我們要被立委罵了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去年選舉到現在還有很多很多的新聞 去年郭董要選舉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在六月的時候 他的選舉資格確定就是沒有了 所以他要拚獨立參選 當時有個新聞 他從中台灣南投來出發 而且他特別選了茶農 希望可以外銷到大陸 作為他的起手勢 但是當時這些茶農 其實對他也非常感恩 所以有很多 好 透過他其他的公司 立刻的來響應 現在有一位 跑到他們的郭董的家門口 他的公司如今聽起來 有點諷刺 叫做無限的快樂 誠信的負責人 他說他現在已經墊付了1900萬 時間到現在也隔了這麼久了 選舉結束都大半年了 這些錢他始終都沒有辦法 不知道要跟誰逃 之前也有相關的 有些新聞說 郭辦其實也非常的無辜 因為他們當時要獨立參選 要續金能量 從南投做起手勢 郭辦財業專案的顧問洪小姐 也說誠信負責人 確實有帶電這一些款項 但追款進度到現在卡住了 郭辦的法務也沒有跟他 面對面的溝通 到底這一些錢 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要如何有限的快樂 就請教玉峰 好 我們來講這個總統大選 真的是很辛苦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說 南投有些茶葉賣不出去 所以郭董就說 好吧 那我來處理 他幫他銷到 中國大陸那邊去 可是那個時候又有怕人家說 我拿錢出去的話 會不會大家會覺得說 我收茶葉 感覺上我是在買票 他不想有這個爭議 所以他就是找了其他公司 這些公司你們來處理 我們就一個對口來幫忙 結果沒想到 一轉二轉 三四五六轉 收到的竟然不是南投茶葉 所以很多人想說 你是不是拿這些不好的茶混進來 混進來的話 郭伴你當然要查清楚 在一轉 二轉 三轉的過程當中 有些人獲利了結 下車了 這個先生如果他真的 郭伴的這個代表講的 他真的有顛覆的話 其實以鴻海 郭台銘先生 他們以前的做法 你這些東西一定要查清楚的 他不會讓協力廠商 或者是配合辦理的單位 可以上下起手 之前有抓到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 他當然會把這個資金給控管住 但是這個是鴻海的做事方法 但如果 我真的 我覺得郭台銘先生 這個一千九百萬就給人家吧 這個你私人口袋給也可以 因為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當初就是想要做一件好事 郭董會不會說 其實我相關的款項也都出去了 中間出現了品質的問題 這個到底該該怪誰 對 這就是一筆糊塗帳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因為他不想用現金去收茶葉 怕人家講說他買票會選 但現在來講已經扯不清楚了 趕快把這些錢處理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爛攤子 乾脆就處理掉了 但我看他好像抗議抗爭的活動 好像沒完沒了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國防部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跟民眾黨比起來 也是相當離譜 無法理解 在這個月的6號的時候 國防部公布了一個 共機 共艦 落台的一個狀況 大家看到畫面說 鵝卵鼻 距離鵝卵鼻33海里 很多專家還有民眾 還有納與緣島 台東的民眾說 33海里 鵝卵鼻 大家看一下在這裡的點裡面 T17 藍嶼的位置 他距離鵝卵鼻大概41海里 換句話說用膝蓋或用指頭 一推連思考都不用 那就在我們的內海 如果飛機 軍機在上面 不就在我們的領空嗎 按照國防部長的說法 前國防部長的說法 就要開第一級 開什麼玩笑 但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要吵一個禮拜 國防部在昨天 終於正式宣布說 真的 我們畫錯了 根據我們比對當時的資料 他確實不在俄羅安比的 32海浬那邊 是距離在來雨的33海浬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用膝蓋想 用指頭想 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居然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當大家都罵翻了 不斷的質疑說 你到底是不是在領空 是不是內海 你有沒有發出第一集 問這麼多 就如同現在問民眾黨 你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這麼嚴重的錯誤 匪夷所思 不可理解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解放軍的共機飛到我們的領空 到底有沒有飛進來 一個禮拜我們才搞清楚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怎麼辦 請教楊明 第一個就是他畫錯 但是拖了一個禮拜 中間的過程裡面 記得我們國防部還說 這個什麼是示意圖 跟實際的不一樣 有沒有 講了很多藉口 最後還是承認畫錯了 那是故意畫錯 還是不小心 會不會究責 誰處理的 這個雷達的資訊有沒有問題 這叫什麼 這張圖如果今天 展現給我們國人看的 是錯誤資訊的話 誰該被究責 我覺得這是國防部要解答的 再來有一個人很尷尬 叫蘇子昀所長 他那時候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我們的領空在國際法 如果對我們的主權沒有威脅的話 是可以有彈性的 我們的領空有彈性 我們領空可以這樣彈 現在彈性不用了 他要超越於北城 我只能說現在國防部一轉彎 最尷尬的其實是蘇子昀所長 可是他是在國防部 狹下的單位服務 所以我說尷尬的是 今天國防部鬧了一個笑話 讓更多的人跟著一起